小咖啡一喝,小酒一喝,我的那个感觉啊,没谁了,感觉姐就是女王,闪闪风光芒,有没有你,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不要跟我说你是什么含蓄啊,内脸啊,no, no, no, no,没有关系,只是我们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自己,好像很哲学是不是,好的,那今天呢,就借着北京这个英语联名的天气,正好激发了我对舞蹈感觉的这么一个小想法,来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舞感源于我们的想象力,就比如今天的天气,阴沉的,那很多人呢就说,这样阴沉的天气,这样大暴雨的天气,我还要上班,我好阴谋啊,我好烦啊,那么你的这种阴谋跟烦跟愤怒,你的情绪表达在舞蹈当中,是不是可以,那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上班,然后看到外面的天气,我没有伞啊,好烦啊,那这就是puzzle,然后还有的人就说,这样的天气,我失恋了,我好, 我好难过,我好伤心,我趴在我的锅位上,我趴在我的窗台,我去想一些,哎呀,我好伤心,好难过。 这是不是伦巴,对吗,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舞蹈感觉,但是,当然啊,我说话一般是有但是的,但是,我们如何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情绪融入到舞蹈里,这就需要有一点点的技巧,和有一点点的能力在身上了。 那首先是这个顺序啊,在大家去跳舞蹈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针对专业性的表演来学习的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天生自带一个表演属性,他到了场上,他就是,他就是愿意展示自己,那没办法,这个是跟性格有关系的,那有一些内敛的觉得,哦,我的组合跳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正规,非常的正规,可是一到赛场就严肃,一到赛场恨不得, 我的表情就僵住了,那针对这样的小伙伴,一,我们的组合一定要熟能生巧,这个是一定要熟能生巧的,二,就是一定要去想象,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比如说一首曲子播放出来,那这首曲子,大家都是艺术生,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那个艺术细菌,是不是? 那么一首歌,一首音乐,一首舞曲,他给大家呈现的是欢快的,是喜悦的,是悲伤还是愤怒的,我相信99%的小伙伴是可以听出来的,那么在这里的时候,那大家就要注意了,比如说我们在赛场上有一些音乐,它是歌颂爱情,那你就想一想爱情的甜蜜与美好,我知道你可能现在单身,可是没有关系啊,宝贝们,你去想象还不行吗?你去想象你的idol,你去想象任何的二次元的人物都是可以的,哦,你去想象,哦,你要去,比如说, 我现在面对大家,你们就是我的想象的那个白马王子,黑马王子,什么王子不重要,哦,无所谓的,比如说我要迎接你过来,我很渴望,可是我不能让你表现出看到我很渴望,我就是觉得,我是你,不行,我要收敛一点,哦,可是我忍不住,哎呦,好焦修,好不好意思,是不是很作,OK,没有问题,作就对了,作就是你成功的基础上的一个奠基而已,大家一定要 习惯,因为有一些小伙伴,他之所以不能够表达,就是认为,哦,这些造型坐在我身上,好猥琐,有没有,对不对,觉得,哦,不行,我好油腻,我好猥琐,没有关系,当我们一件东西一样,事物一个练习,完全掌握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把它清爽化,对不对,同样的一个拥抱, 你会觉得做那同样的一个拥抱 是不是感觉就好很多,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不断不断的积累,因为还是这句话,我今天主要针对的呢,是 完全对于舞蹈感觉没有掌握的小伙伴,因为我承认有一些小伙伴的舞感是天生的,这个没办法,我们不跟他们去比较,我们今天只是来说,如果你同样也是一个 非常热爱舞蹈的人,可是我的舞蹈里面就是加不上这些 情感情绪舞蹈感觉,那怎么办,用你的想象力 当我们想象力到位的时候,我们的舞蹈感觉就对了一半了 为什么说只对了一半,因为剩下那一部分啊,确实是要靠我们的功底去积累,还是那句话 同样的一个造型,那我们摆出来 那这个气场,以及造型的一些运用连贯性 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拿基本功去积累的 如果说你没有基本功,那可能 这个就是为什么网上很多人把我们拉丁舞的表情妖魔化,夸张化的原因 我们不能只做表面,那当然我们说了,这节课我也会教给大家一些相对洁净性的东西 但是这种洁净性的东西是,依然是源于我们内在想象力的一个抒发而已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模仿 单纯的模仿就是网上说的,啊,我拧烟头啊,啊,我吃辣椒啊 我看了都很,啊,就是,对吧 实际上我在想,我们的拉丁舞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很美的 为什么被大家演绎成这样,那就是只学了一个表象 那这里就是推荐给大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用我们的想象力去舞蹈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啊,戴着耳机去坐车的时候,坐出租车,特别是在后排司机给你开车 不是你自己开啊,司机给你开车,你坐在后排 是不是有一些小伙伴就往那一待,特别是一雨天,戴着耳机就觉得 啊,我是韩剧里的女主角 啊,我恨不得十年之前的往事我都能想象得出来 啊,我畅想了一下,啊,我今天好阴谋呀 啊,但是十年之前,就是这种小心思的东西,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有过 还有就是同样一个车窗,假如说今天没下雨,我靠在这里戴上耳机,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幻想世界的时候 窗外面阳光明媚,你会觉得,天哪,这个生活无限的好 你看着大家,看着行人,看着车水马龙,你会觉得,哦,真的生活太美好了 天空真的好漂亮啊,你会对未来有一个畅想 是不是,然后你如果开车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哦,这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我恨不得,我都停不下来 就让它一直开下去吧 就是你心里内心动作的一种表现而已,实际上舞蹈感觉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积累出来,让我们的思想去外放化 这就够了,那剩下的50%就是我们基础部分,我们的基本功部分,以及我们能